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缩略图与紧高框的用法 首先我们看缩略图 那我们找到这个BotCSS中文网站 我们找到缩略图 那缩略图的效果呢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经常要做一些什么呢 产品展示呀 这样的缩略图的这样的效果 那用法就是我们配合我们的这个三格系统来实现 好把这段代码来复制一下 好然后我们打开HBuilder 新建一个Web项目 CH18 嗯在index一边 CtrlV一下 然后把CH17的CSS加Script考过来 CtrlC CtrlV 好在Demo01里边来做 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CtrlX 首先我们定一个DIV ClassContainer 首先我们定一行 我们用三格系统 首先定义一行 那行里边呢我们先定义一列 那这一列呢 我定义XS6 然后MD3 也就是在中分辨率底下的这个中分辨率下 我们一行写是四三四十二 四 小分辨率底下 一行写是两张图 那然后呢给A标签一个超列 因为我们这个缩略图上一般要有这个 呃 点一下有列阶的 所以给个图片外层加一个什么呢 A标签 A标签上设了一个什么呢 缩略图的样式 然后给A标签设一个什么呢 图片 我这有张图 PSC01 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 image 底下的PIC01.jpg 那out呢 就鼠标以上的提示 PSC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页面上只有一张图 用心看一下效果 这个图上没有 没有找不到路径写错了 就是 IMG 我看看 SRC IMG PSC PIC01.jpg 好 再运行一下 这样他一张图 在这个图周围还加了一个什么呢 边线 而且加了稍微带了一点跃角 那我们一行有几列呢 比如说这个是Ctrl C Ctrl V Ctrl V Ctrl V 一行有四列 好 运行看下效果 一行四列 那我们在小分别里底下呢 他就挤下来了 注意看 挤下来了 大写式器底下 中写式器 中分别里底下 就是四张图 这是缩略图的这个样式 那缩略图呢 正常的话 我们就在图片外面加一个什么呢 A标签 加缩略图的一个样式就可以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定一些什么呢 自定一些效果 那HR HR 好 那么看这个中文档 等一下有个自定义内容 这地方就组合了一个 缩略图组合了一个我们图片 还有一段标题 一段文本 还有两个按钮 那这个是怎么来做的呢 那么看这个效果 他给你写了个模板 我把这个模板复制一下 自定义的 首先呢是一行 我把这个稍微做个排版 一行里边呢 这我们有一列 这一列呢是 小分别例底下是两格 那中分别例底下 显示三张图 总共12格嘛 这个占了四格 三张图 然后这个DIV 设了缩略图的样式 那这个DIV里边呢 我们有首先是一张图 图片呢 我们给imagepsc01.jpg out呢 我们给一个psc吧 然后这个DIV呢 我们是设了它一个标题 caption里边给了一个 一个一个 一段标题啊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写一些 很多的那个描述 描述信息 Ctrl-C 为了坚守时间 我就不给大家写那么多了 然后定义两个按钮 p标签定义两个按钮 好 大概就按照它这个格局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哎呦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呢 一定要放到container 我看看 这个应该是container 可能没放到container 对 我们检查一下 DIV的关系啊 这是一组DIV 它和它是一组 它和它是一组 它是一组 这个是 class row 一行 图片 没保存 这个页面没有保存 好 用心一下 好 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就是 呃 我们 整个整体是一个缩略图的样式 在整体缩略图样式里边加了一个图片 然后加了个标题 加了段落 加了两个什么呢 按钮 但是这个呢 你小分别率底下是一行是写是两张图 两张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两个三个 三个就行了 这样的话一行写是什么呢 三张这个缩略的效果 好 这是缩略图的这个用法 那么接下来再看警告框 警告框 警告框呢 相对还比较简单 那么点开这个警告框 它最基本 它的实力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web系统的时候 我们经常给用户弹出一些这个信息 那这个地方代码给的还不是很全面 那我先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警告框 好 新借一个demo02 新借html 我们叫demo02 demo02里边我们把01的头复制一下 Ctrl V 那body里边呢 我们这给一个 直接给警告框 先给一个container吧 class container div 那一个警告框呢 我们首先给它一个样式叫alert alert alert里边呢 那我们给一个 呃 批批标签呀 都行啊 这里是 骑士 信息 好 我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这样没有什么 呃 内容 看不出来什么内容 那我们需要给警告框 还给它一个附加样式 叫 alert alert 比如alert warning 还有warning danger 还有这个default 很多样式 我们可以选择 i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黄色背景里边有个这个东西 那我们经常警告框是可以让用户关掉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在警告框上加一个按钮 button tap button 关闭按钮的话叫times 给按钮一个样式 close 关闭的样式 给它加个额外的属性叫data this miss alert 好 现在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警告框上就有了一个 插 插插 我们可以关掉 那加上这个属性以后就可以关掉 关键是加上这个属性以后就可以关掉 这呢 其实是调用javascript 我们讲到javascript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好 这是基础的警告框 很简单 只是一个div里边给上一个alert 给上alert一个附加样式 它有很多我们的 比如说再加一个info 看一下效果 那这个中文文档呢 列出了很多的这个效果 大家其实应该能看到 那可关闭的这个警告框 可关闭警告框里边 我们只是给它加一个样式而已啊 好 把这个复制一下 control c h2 我们在这个 嗯 其实关闭可关闭 只要加上这个css样式 就这个java的这个插件就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div里边 再给一个alert dismissable 看这两个区别啊 dismissable dismissable和dissable dissable用这个 加上这个样式 然后呢 在按钮上加一个这个属性 data dismiss等于什么的alert 这样的话 这个警告框是可以被关掉的 这是可以被关掉的 可以被关掉 这个也可以被关掉啊 这样好 我们最好可关闭的警告框 最好在这个外层容器上加一个这样一个属性啊 不加也可以关掉 这是警告框 那么看多种样式的警告框 可关闭警告框 多多采警告框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几个success info warning 这个呢 就不会他也是了 这个没什么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在警告框里边再加一些超列阶的文本 这个地方 比如说 ahref 比如说我们这给百度 再来看一下百度长什么样 书标以上有一点效果 那一般在警告框里边出现超列阶的时候 我们加一个样式 叫alertlink 好 用信箱 这样他百度就更明显 就更醒目一些 好 这是我们警告框的这个用法 给大家讲到这 那这个文档上呢 也 这个都给大家列出有代码 但这个代码稍微不是太完整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录像上的这一段代码就明白 以后照着这个 这个模板来用警告框就OK 好 谢谢大家